为什么现在没有人做这些东西,不如我试一下做 所以就开始聊一下朋友 你们有没有一些歌曲想玩这些东西呢? 不如拿来让我教一下飞吧 我们找些东西搞一下 这样之下就形成了剧奏这个东西了 那个形式,你们一早觉得我们平坏就是玩这种形式 还是不如我们试一下这种形式去玩 最初我给他的演示的时候,还是吉他的 还是Roll Rock的 想像唐希舞一样,一个弹结他一个唱 对,后来发觉那件事不够全 你能做到结他,你做不到其他东西 有一样东西叫lunchpad 里面可以在电脑里拖到很多声音 基本上每条 track,你设计任何声音都可以 好像挺行的,然后就开始摸这东西 然后就发觉,其实原来是合作的 原来他是可以将你一首歌里面应该要呈现的部分都可以呈现出来 那就开始就将这件事变成电音化了 其实会不会这样已经是 可能比你平时出很多band show 是方便的很多 演奏的场所来说是方便的 因为譬如旧时,如果你是一队band的时候 有些商场,可能有些演出,他未必有套鼓可以提供给你 一来吵二来,他们未必会去租 可能他就是很简单给你一个木吉他之麦 你可以做的东西就很有限了 如果有lunchpad这件事就不同了 OK,他的场地的缺限在那里 但我们也可以做得到一个很全的设计 但就难一点 事前功夫要多一点 是的,那我们剧色的东西 因为以后尔庸和Johnny都答应了我 会上来The Life Club玩的 那我们就留下再多些剧色的东西 就在The Life Club那时候谈 那我们不如由现在说幕前的音乐 我们说一些幕后的事情 因为刚刚你也有说 也有想过在幕后发展 其实你自己也有做很多幕后的事情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填词 因为我觉得真的真的很难 我觉得填词这样的 很不值得 这个歌真的很难 为什么会有填词这一个 突然间会有这个技能出来 最初最早期的时候 又回到Side B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也有写一些作品出来 写一些作品出来 就自己玩而已 就没有出点没有性 那时候又是 曲子就可能譬如阿源 我啊 或者另外那时候有个主音叫阿蛋 可能大家都有写一些 melody出来 但是词呢 永远都没有人写 那时候没有人都要做的 那我就试一下不如试一下写 然后写一试一下 好像慢慢有捉到一些东西 那就开始写了 那时候是怎样培养这一样作词的东西出来的 好似很多人都有玩这样东西 就是改歌词或者写歌词 是的 就是MF 是的 我最记得那时候 我最初呢 拿了很多 Croplay 就是拿了一些外国歌 它本身是英文词 我只是拿它的音 就是说真的 有些呢 可能拿着歌词才看 因为我自己不是很聪明的 看着就可能看着就明白 如果拿走个歌词只听 可能我都未必听到些什么 是的 或者日本歌也是 日本歌直接不懂 格格 我纯粹觉得船口好听 那时候就会拿这些歌来 试试自己在这儿模拟玩 开始捉到少少路 就开始 加上Side B的时候 有时候没人填词 那我就开始要填 慢慢就培养到 我又觉得挺好玩 而且开始发觉 原来写一些词 是有意思给到人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 音乐上就是 感觉 感觉 但是里面有没有一些 就是如果我 深层的表达 是的 比如有没有一些道理 可以给到人的 如果你纯音乐 就可能纯粹就是 我这一刻 觉得舒服 很舒服 很Chill 或者很High 就完了 但是可能歌词上 就会多一点表达 可以给到人 开始就一直都有填 就是我第一集访问的星星 他也有说过 七尺之下 有填 那时候他说你很厉害 师傅 突然听完他的故事 就写了整篇词 其实你写词 会不会都是 可能帮人写词 也会听人家有什么故事 或者会不会周围听人家的故事 然后会想到一些词 会的 譬如他 《七尺之下》 其实他最初给我旋律的时候 就 人生剧场 是的 写给他人生剧场 其实他大概都说过 他一些夹兵经历 夹兵经历 我基于他的经历 就有一点感受 是的 这样就写出来 之后有很多幕后的东西 譬如編曲 监制 很多方面 还有录音 Sign Engineer 那些其实你是不是 是你自己玩音乐的时候 开始慢慢浸出来 已经是自己有去学习 录音那样东西 即Sign Engineer 那样东西 其实就是 很难的 我真的觉得是很难的 也是很难的 那时候很幸运 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幸运 就认识了Beyond这帮大哥哥 那时候他们刚刚也需要 即是二纳后组 他们那时候需要 一个In-House Engineer 那我就去帮他们 那当时我去的时候 我到这边都很差 去的时候就更加皮毛 有很多前辈的教导 有一个很好的前辈 例如John Lin 跟着Jim Lee 其实有这帮人都教了很多 当然Beyond他们几位 都教了很多东西 原来你设定不同角度 或者你要去 譬如我收一个吉他M 你堆正各刊来收 或者你off了它 你收边 甚至乎收到后面 即是你想呈现一个什么效果 你想要的质地是怎样 原来是有很多细致的讲究 我都是那时候一路做一路去学 以及一路研究 没错没错 那时候都挺开心的 我想我们都可能是最后一班人 用大带来做录音 对啊 好像现在都没有了 现在都全部是电脑 池带那些没有带 那时候都很珍贵 还有二纳后组 都有很多设备 因为现在要学的都要真是 虽然方便了 但是钱当然很重要 有时候我见EDM 很多时候他说 除了音乐之后 要和画面去配合 有没有想过去做一些 视觉上的东西 去配合你自己的EDM 去做一个show 或者是什么 都会想着去学 或者去想这些东西 画面其实我一直都想 我和EOK之前聊天都是 因为我们看其他 很多这种电音类型的 乐手的show 不管香港还是外国 他们的视觉原来帮助了很大 他们要自己学灯光的东西 是的 我们都想 但是怎么说 我这方面的认知 实在太过零了 挺难的 是的 我希望我会遇到一些朋友 大家喜欢 由投契到可以 我们变成一个 伴侣 或是做伴侣 选一个演唱会 你有想到吗 这个我相信 每一队伙伴都会想 我们先做多一些作品 出来 因为我始终觉得 我们都是新 band 我们只不过出了一首 EP 和几首单曲 我觉得我们再做多 我希望我们可以做多几首碟 甚至我们不是出碟 我们其实一直都说过 我们很想真的出银 剧舌打 是的 剧舌打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 我印出来 给大家知道是什么 剧舌打 都希望你剧舌 那就继续加油了 还有 看看会不会有机会 在Bang那方面 又会再看到你出现 好的 谢谢你啊 Johnny 谢谢 那今天就这么多了 拜拜 拜拜 你心我当不了 自由气息风陵 尿传所有千亿个 灵魂完全的梦 以知识这英国 淡在一望 我实与尊敌的过 只可要受性命 我实与尽力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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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